广西省柳州市委近日在他官方的宣传文件上说 当地特产螺蛳粉2018年成为淘宝美食霸主之后 2020年产销量达到105亿元 大捐近期获得2020年柳州外市办的一份内部文件 把螺蛳粉列为135期间 柳州市外市工作的主要成就之一 文件透露 截至2020年 书向海外的渠道有224家经销商 覆盖127个国家 753个网点 对中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覆盖柳州的东盟友好城市 2018年 一份说明柳州代表团赴美国加拿大 推广螺蛳粉必要性的研究报告中 泄露中共令螺蛳粉对美加搞统战 推动一带一路 他们自己也是在内部文件中也是说了 他们要通过这种形式 要广泛团结海外华侨 要充分发挥华侨人在推动一带一路的 那个实施中所具有的那个优势 也就是说他们把这种东西 完全是当做一种笼络海外华人 或者笼络外国人的一种手段 这份报告提到 代表团一行六人 由柳州市统战部部长向军带领 柳州渝丰区统战部长蔡虹雨随行 李灵一提到 文件中还说螺蛳粉被列为中国新四大文化之首 而所谓的新四大文化 分别是螺蛳粉 广场舞 中国网门 也就是网络文学 网购 中国商品 以中国文化渊远流长的历史来看 确实不大体面 有意拉低中国的文化水平 新唐记者林岑新 刘芳 采访报道 新唐信登 杜芳 采访报道